为了提供农民更安全便利的咨询管道 也排除花莲县政府水土保持专业人才短缺问题 县远杨华美日前特别召开了 简易水保审查流程的专案会议 希望可以共同筑起更完善的水保机制 玉里镇长梁林道周边三波地 在去年底因大面积种植生姜 遭殖异威不断开发 恐怕影响地方水土保持及环境 监察院提案纠正花莲县政府 认为监督管理都有严重缺失 为此县议员杨华美在日前 则特别召开简易水保审查流程 专案会议 那这些山坡地要怎么样让民众知道 山坡地随便挖其实有危险的 那他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他挖了 那怪谁 那到底谁要负责 教育宣导怎么做 那乡镇市公所怎么协助农民 哪里有窗口让他在要开挖的时候 立刻有人可以咨询 那这些的配套的做法都应该要被建置起来 否则这个问题 民众会觉得这是我的土地 为什么不能动 我要盖个房子 我要种个花生 什么都不行呢 那这些都是要透过我们的行政作为 然后完善它 然后让人民能够很快速的得到资讯 有专业的建议 才不会往 怎么讲 就是枉费的这样子白手一勺 那我就觉得很可惜了 为了让类似情况不再发生 并提供农民更安全便利的咨询管道 也建立起更完善的水保机制 专案会议中除了县府农业处水保团队 也邀集台湾省水保祭司公会及专家学者 在多位议员的支持下 希望能促成多方合作 为花莲争取更多资源 其实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就是 因为人力不足 人力不足在水保的业务上来讲 他们第一个专业人力不足 人不足专业的人又不足 所以在双重不足的条件之下 你要他能够做好全花莲市 全花莲县的山坡地这种水保的案件 或者是土地面积都是全台湾第二 那怎么来做好这件事情 那包含中央有什么资源 然后来申请 特水区的定义要解编 还是要重新盘点 那这些都是必须要 要靠借由专业的团队建议 然后来重新盘点之后 我们才能够跟中央申请 特水区的经费来做 水土保持的工程规划 那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解决 每逢天灾大雨 这种极端气候 造成的人民的安全问题 在有限的人力之下 养华美希望能汇聚各县市的 实务经验 邀请工会即刻着手协助 华联水保的规划与设计 从源头解决问题 保障人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 记者 徐立芹 华联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